欲生彼国者 当修三福 一者 孝养父母 奉仕师长 慈心不杀 修时善业 二者 受慈三规 聚足众戒 不犯威仪 三者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成 劝尽行者 如此善事 名为敬业 佛告为提息 如今知佛 此三种业乃是过去 未来 现在三世诸佛 尽耶正因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段文句不在九品往生章 是在续分译 往生到西方净土那样清静庄严的地方 一定要有很高的修行功夫 也就是要有定性 定善才能往生 所以他就请教我思维 教我正受 而释迦牟尼佛却是观机失教 知道言佛提德众生 烦恼习气非常厚动 大多数众生的心都是散乱动荡的 如果不能舍去分别攀缘之心 那么思维正受的亲近境界 是不可能显现出来的 所以就不能仅仅是宣说定善之门了 就要为适应更多的散动众生的机缘 来开显一个方便 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自开三幅之心 因为韦提西夫人并没有请求这样的三幅 他请求定善 然而释迦牟尼佛却宣说了散善的三幅 这里有一个用意 就是众生对西方极乐世界信心难以缺乏 难以建立的原因就在于智慧不够 为了培持众生的智慧 给他一个过渡 一个桥梁 先让他修福 他容易下手 修福修到一定程度 他就能转化为智慧 福治心灵 有智慧 他才能相信念佛往生净土一法 那么直接从信心切入 这对于少数叙事善根深厚的众生 有可能性 但对于大多数众生来说 很难去切入的 所以让他先修三幅 那么三幅的内容 我们晋中学人应该都是很了解了 所以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 他第一幅是世间的幅 提出 这个预生彼国者 表明你属归的目标 是想去西方极乐世界 当修三幅 就是标出你应该行持的内容 这个内容有三类 第一 世间的幅 世间幅的四句 第一句 效养父母 就是我们念佛行人 一定要有孝道 对我们每一个生命体来说 没有父母这样的一个缘 我们不可能胆生生命 所以在这个世间当中 对我们恩德最重的就是父母 如果我们有孝道之心 我们的道德人格就能够建立起来 这就是鲁家讲的 百行孝为先 君子物本 本力而道生 这个本就是孝 孝替则也 其为人之本欲 在我们佛教 也是重视这个孝 梵王经菩萨戒 甚至把戒的本质内涵 戒定为是孝 孝名为戒 义名之志 那为什么孝是一个戒的这种指词呢 你想 当我们关照到 一些男子是我父 一些女人是我母 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受生 六道众生都是我 多生多节的父母 我们就要对他行孝道 行孝道 你看他都是我们的父母 即便在畜生道里面 我们能杀他吗 能吃他的肉吗 能偷盗他的东西吗 能欺骗他吗 这都不能干了 那不能干 这就止住了你一些邪恶的行为 他都是从孝道里面 延伸出来的 所以必须要孝养父母 这个师长呢 是无论是世间的师长 教给我们的人意理智性 我们赖于成就事业的才艺 初世间的师长 教给我们 这个出离苦难 轮回苦难的佛法 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有大的恩德 要敬重 慈心不杀 这个不杀 是培植我们的慈悲心 慈悲心是成佛的种子 一切众生 乃至冤飞软动的众生 他都有爱命的这种生命的本能 贪生怕死 所以我们就不能去杀害他 奉行不杀 就是给他最大的布施 让他得到生命的安全感 修十善业 十善业里面也是把杀业放在第一位 那么十善就是 生三 口四 益三 这个十善从止善的角度 就是不杀 不套 不赢 不邪淫 不妄语 不其余 不两色 不恶口 不贪 不撑 不吃 这是从止善 如果进一步的从积极的行善来看 不仅不能去杀神 而且还要放生 不仅不要偷盗 而且要去布施 不仅不要去邪淫 而且要修清净犯恨 不仅不能打妄语 而且要诚实 要直指 要合真 要柔软 对于贪欲重的 要修不敬观 对于晨慧重的 要修慈悲心 对于于慈重的 要对因缘观 要切入 这就是修十善业 那么这就是 修世间的福 那么第二个是 借福 从小乘的借福来看 受持三规 这里进一步的 世间的福德跟借德相比 那借德更高了 他毕竟 正是在修初世间法 由借能够感得菩提之果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透过 住持三宝的 归一 最后 回归到我们的 离体三宝 在这个时代 尤其要注重 归一身宝 佛灭度之后 佛宝 法宝 就端来 生宝来传承 那么生 我们要注意 生宝 不是指某个法师 生是生且的意思 四人以上 构成一个生团 是归于一个生团 所以我们不要有 很重的分别心 这个法师是我的师父 那个法师是你的师父 我的师父比你的师父强 不能有这样 要有对生团 所有的比丘 乃至沙米 要有平等的恭敬性 你才实现了归一身 具足重戒 这个戒有多种了 像三归一 它也是个戒 你归一的佛 就不能归一外道邪魔了 归一法 就不能归一 其他的外道典籍了 归一身 就不能归一外道邪众了 他对自己都有一个约束 这就是戒 然后五戒 杀到淫妄酒 八戒 乃至于沙米戒 比丘戒 菩萨戒 三具禁戒 菩萨三具禁戒 是律于戒 修 持一切禁戒 持一切恶 无一恶不断 是善法戒 修一切善 无一善不修 劳一有情戒 度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度 这是菩萨戒的高贵 三具禁戒 不犯威仪 就是我们的身口 与三叶 在行走 坐卧的四威仪当中 都要为这些戒 做 方便威仪 怎么叫方便威仪呢 比如我们的深夜 你不能一天到晚 就是跑来跑去 由头晃脑 坐在这里 也架着一个腿 躁动不安 你深夜一定要安静 端庄 口夜 你怎么做威仪呢 方便威仪 你不能一天到晚 就讲那些 街头巷尾的事情 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这家长那家短 一天到晚就讲这些 言不及议 一叶 就是不能有邪诗邪想 一定要保持正念 关照主法的苦控无常无我 这个细心在佛号当中 一心正念 这个身口与三叶 都是很宁静 祥和的 这就为你的戒律 做方便威仪 那么第三个 就是行福 就是指大乘菩萨的 发菩提心 这对于敬业行人 非常重要 这个净土法门 是大乘佛法 所以发菩提心 对我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 菩提是佛果的意思 心是众生能求自心 我们的生命目标 是把成就佛果菩提 作为我们 为此为大的生命目标 这样我们的心 一下子就打开了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生性因果 这个因果 世间的善恶苦乐因果 和初世间的这种因果 都要生性不已 一个能够生性因果的人 他必然在内心建立一个 自我防御系统 他一定能做到自律 胜度 不信因果 他就是辅作非为 或者是一个伪君子 要生性因果 读诵大乘 就是对大乘方等经典 要读书 因为这些佛经 都是从佛的十项般若 流现出来的文字般若 能够让我们了解 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这个经典就像一面镜子 大圆镜子 我们常常去读诵 去熏习 就能开发我们的智慧 那么我们的智慧掩开了 就能够厌尼说佛的虎 心求极乐的涅槃 所以我们智慧体现在什么地方 就看你有不有厌尼心 有不有心求心 这是具体落实在这方面 劝进行者 这是教我们自己开发智慧 得到第一之后 知道轮转三界六道的苦 知道我们在无明黑暗当中 所造作的种种的恶法 现在要回归到极乐 安心灵命 也要让一切众生 得到这个法语的之任 所以要把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 要传播出去 劝进行者 那么这个三福 佛特别告诉韦迪西 你知道不知道 这三种行业 这三种行业是过去诸佛 未来诸佛 现在诸佛 这三世诸佛的禁业阵营 进行者 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 都以这个三种行业 来庄严他的净土 都以这个三种禁业 来圆满他的佛果菩提 从中他我们体会到 这个圆银 三世诸佛都这样做 就来劝勉 鼓励我们这些凡夫 也要这样去做 那么佛都这样做 我们难道还不能这样做吗 常随佛学 那么这个三种佛 我们再来看 第一种佛 这是世俗世间的善根 他从来没有闻到佛法 这是靠着他的 纯善的天性 来行效养 仁义理智性 所以他叫世间的善 世俗善 第二种佛叫戒善 这个戒有人天的戒 五戒 十善是人天 还有僧文菩萨这些戒 戒得唯唯 能敢菩提之国 第三佛叫行善 这是指发大乘心的凡夫 他自己行菩萨道 也教众生行菩萨道 把这个行菩萨道的功德 全都回向往生西方净土 针对对三佛 善导大师有个很精辟的论断 就在这个敬业三佛里面 或者有一个人 只是行世间的福 把这世间的福回向往生 他能够去 或者一个人 他行戒福 第二戒福 他回向戒福的功德 也能往生 或者有个人 只是行大乘的行福 回向也能往生 或者有人行前面的两种 这种侍福和戒福 回向能往生 或者有人行后面两种 戒福行福 回向能往生 或者有人三种福 都修行 回向 当然更能往生 这是把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 表现出来 如果还有人 这三佛一个都不行 那就是一个邪见之人 就是残疲人 断善根的人 所以这里善导大师 劝勉大家修三佛 三佛的功德 回向求往生 也都是治疗 好